好 現在兵不夠 兵本來就會不夠 少子化 最多說台灣一年生40萬小baby 現在就15萬了 越來越少 你15萬你自己才除二 男生就只有一半了 所以以前兵多的時候 就常常去抽兵 抽到補充兵 補充兵 什麼叫補充兵 其實就是不用當兵 叫補充兵 因為太多了 後來就有一些條件 你只要複合這些條件 比如家裡是什麼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要靠你賺錢 不用當 或者家裡有什麼親屬癌症 二期 然後重大傷病 不用當 家裡全部65歲以上 或是18歲以下 不用當 或是當替代疫 現在通通覺得不行 因為兵不夠 通通過來回來當 二期癌症 二期癌症是怎樣 三期才可以 60歲以上 65歲以上 15歲以下家裡全部是這樣的 老弱婦孺才可以 所以整個要加嚴 所以補充兵役的門檻提高 就讓補充並減少 正規兵增加的意思是這樣 已經破了10萬了 國防部能掌握的 異南人數破10萬 所以要擴充兵源 另外 這個華府的智庫說老共 什麼方法對台灣 一種是全面入侵大軍壓境 一種是軍事封鎖 還有一種 還有第三種 是用海警執法隔離台灣 他說這會讓歐美最頭痛 海警執法 這我要執法內海 我要執法 看看你上面有什麼毒品沒有 或者什麼其他危險物品沒有 那你不讓我上船 總不可能沒有船 所有的船都美國派軍艦出來保護 所以用他們就是隔離 不是封鎖 我是把你隔開 讓你台灣很不方便 做生意很不方便 華爾街日報說台灣希望打造無人機隊 很好 要把台灣海峽上空 變成地獄 無人機地獄 所有的這個 插刺南非一部 無人機在這邊伺候你 但現在麻煩是 大部分的無人機都是MIC Made in China 大部分大將做的 很多零件什麼都是他的 那你靠他 怎麼可以 麻煩來了 我們看一下 151今年起恢復一年 各種訓練加強再加強 只是因為少子化 易男數量 銳減不少 內政部預估2024年 可徵集易男只剩下97,828人 首度跌破10萬人 2031年預估還會剩下不到7.5萬人 一 三 二 三 內政部出手預告修法 把補充兵的門檻調高 家中直系寫清配偶或兄弟姐妹 患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 需要沒有其他人照顧才能申請 中低收 低收入戶 可以申請補充兵的規定 也將取消 去年國防部已經放寬體檢標準 目的也是要增加兵源 畢竟要等全國生育率上升遙遙無期 更何況兩岸情勢 情況危機 單兵就能操控的無人機 減少人力也減少成本 我國積極製造國產無人機 但華爾街日報指出 戰場舉足輕重的小型無人機 絕大多數都是中國製造 使台灣面臨供應鏈挑戰 只是力拼國產沒問題 但若要整機去除紅色供應鏈 專家點出不是不行 只是廠商願意嗎 若去紅話又想拼產量 似乎已從技術問題 轉為政治問題 來 令委員 我覺得這樣 我們兩岸關係確實是 政治分治的實體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就發現到 我們的募兵也好 我們的戰力也好 或者未來如何去緩緩 在整個台海發生戰事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應對 我比較納悶的就是 我們台灣的政府 也就是民進黨執政的政府 到現在為止 好像天下太平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是覺得這樣 兩岸真的負責任 我還是要呼籲我們習近平 你不是意思在講兩岸同胞嗎 血龍以水嗎 那為什麼不好好談一下 但是我還是要呼籲我們賴總統 你口頭講得要和平 但是做的都是台獨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 當然就會刺激對岸 所以我看前幾天 他們在講這個台灣法條 這個台灣法條是台獨的法條 我就感覺到很奇怪 你在國台辦 在講這個地方法院什麼這些 讓我們感覺到 他對於台獨的先戰 是非常有決心的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我們的政府 特別特別還是要小心 你要你有尬死 你就宣布要打一仗 你們現在不是要打一個不一樣的演習嗎 那我們就先對這個台獨的問題去界定 最後我真的 理性對話 然後和平為重 我也希望賴清德 真的 我還是要老話一句 台灣話說一句話 正經說 不要糟糕人家的 就是我們台灣保持現狀 台灣本來就是分治的兩岸 本來就是沒有事 就不要一直在談台獨 做的是台獨 你表面上說我沒有台獨 事實上做的是台獨的工作 當然 你天南台沒話講 但是你如果搞台獨 我的認為對岸是不會容忍的 好吧 賴清德上午要開記者會 10點吧 場聽 大家就想說他已經為了釋憲 因為國會的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他們要去釋憲 他開始先慰問大陸的災情 最近大陸洪災很厲害 然後接著 我覺得為了災情是次要的 主要是說 中共說要懲戒台獨 賴清德就站出來回應了 說專制 你們這個專制才是罪惡 中國是無權制裁台灣人民 中國應該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另外賴清德說 不贊成統一就是台獨 台灣除了一個叫做 統一促進黨都是台獨 所以包括台灣派 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台灣派 通通都是台獨 所以賴清德利用早上這個機會 把老公罵一下 最重是可以判處死刑的 另外什麼情況呢 第一個叫建立台獨組織 第二個是要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第三個要加入 僅限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 至少兩個中國 其實聯合國就算是了 然後另外 在教育文化歷史新聞傳媒領域 歪曲篡改歷史 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等等 你這個就是 可能判死刑最重 很嚴重的 你要搞兩國論 等等 我們看一下 呼籲中國要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和台灣民選合法的政府交流 對話 民主不是換罪 專制才是罪惡 提醒對外沒有跨境執法權力 賴清德也喊話 在野陣營此刻應該站在一起 根據中國的意見 不贊成統一就是台獨 換句話說 台灣只有一個政黨 不是台獨 就是統一促進黨 立場才得這麼硬 或許也是因為AIT 針對此事回應給賴總統 更多底氣重申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 三公報 六保證 一中政策 支持台灣參與WHO 與IKEA等國際組織 重新 這一次中國大陸所提出來的 懲治台獨的意見 裡面22條 當然最重要的是 把它要懲治的台獨的樣態 其實提出了 這個5點的這樣子的說明 要仔細去注意一下它的時間點 它其實這整個的意見 完成的時間點 是今年的5月26號 它上面其實有著名 就它的什麼最高人民法院 然後最高檢察長 最高檢察署 然後還有公安部 然後國安部這些 就是所有的這一些相關的司法單位 沒有統戰部 也沒有什麼國台辦 都沒有這些單位 主要的重新點其實都是在司法單位 它是根據他們的分裂國家法 反分裂國家法 還有根據他們的刑法跟刑制訴訟法 它有點類似我們的施刑細則 可是比施刑細則來講 更加的具有法律執行上面的拘束力 所以它這裡面的這一個意見 其實是必須要好好地來看一下 那當然你就說以它現在要來執法的話 它不可能到台灣來執法 但是它有沒有可能在台灣海峽執法 它有沒有可能在兩岸以外的地方執法 它有沒有可能在中國大陸內部執法 那這些東西都是 確實我覺得現在的大陸 你看那個5月26號 其實跟賴清德的520講話 它時間點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 就是說它這件事情是屬於它 硬的更硬 軟的更軟的 兩手策略當中的 硬的更硬的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賴清德 最不道德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要追求台獨 你不要把別人拖下水 那是你自己的目標 你現在是說別人通通都跟我一樣 誰跟你一樣 你今天突然講了中華民國 誰跟你是同一個中華民國 我的中華民國憲法 跟你的中華民國憲法一樣嗎 我的中華民國憲法裡面明明白白的講 國家統一之前 兩岸分屬兩地 自由地區以及民主地區 自由地區以及大陸地區 台灣地區以及大陸地區 你承認嗎 你同意嗎 你如果承認同意的話 我跟你同一個中華民國 你不承認你不同意 你突然要把所有人拖下水 就是最可惡的一件事情 你自己要去追求的台獨 是你的理想 我尊重你 那你就繼續執行這件事情 但是不要遇到 中國大陸在硬的更硬的時候 你突然軟了腿 然後告訴大家說 大家都跟我一樣 不要把大家都拖下水 這是最可惡的一點 好 到底老共很多人說了 他這個也沒有管轄權等等等等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這時候才要宣布這個